水中有宝贝 精心养殖出精品 下班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我觉得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俩这个脸 是套的 锅中藏岁月 代代传承出美味 已经有几十年的脑汤了 先去掉甲鱼的外衣吧 家里有大厨 创新模式不忘本 我们小时候经常偷吃这一块 我们不能吃的东西 你一定不要交给客人吃 本期生产有道 带您走进河南省信阳市黄川县 河南省信阳市黄川县 古称光州 文明历史可追溯到皇帝时期 黄川是河南省内自然资源 较为优越的地区之一 境内河湖纵横 水系发达 淮河 小黄河 白鹿河等 五条河流穿进而过 素有豫南小苏州之美誉 这为当地发展农业及特色水产养殖业 变定了基础 黄川县是远近文明的鱼米之乡 那么当地人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也搞起了生态养殖 比如说面前的这片水塘里 养的就是一种非常具有经济价值的生物 甲鱼 那小陈 这个糖都是你的 对吧 你这大概有多大的面积 我这个基地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五多亩 这个基地是温氏加外糖 有个十多亩 十六七亩 甲鱼它是洗净 怕闹 然后就是洗阳光 怕阴天 它喜欢天晴的时候 它这个天气温和日历的情况下 它喜欢晒背 就是说在水上换换空气弄了头 是 其实就能看得到 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些冒个头出来 对对对 然后再上去 看这还有 伸一个脑袋出来 这还挺好玩的 可能是看见怎么了 马上就缩回去了 对 它胆小 是 陈运刚告诉记者 甲鱼是在每年的中秋节期间集中上市 到时就会整堂下网 整堂销售 但在正式上市之前 小陈必须要补伤几只看看 来确定接下来的育肥方案 这就需要下堂操作了 能不能补到 还要看经验 把这个放在下面 这冒泡的是不是下面都有 对对对 试一下 没有 没有空的 咱一走近了 好像刚才冒头的全都缩回去了 缩回去了 游到其他地方 对 要不您来吧 我觉得我这可能比较困难 挂到它 好 还是得看经验 那边有几只好像 刚才的针 你前边有一个 你前边有一个 稍微抠起来 我是不敢伸手了 怕他咬我 对 有吗 抓一走 真厉害 因为还是伸手下去的 对 要辅助一下 它灵敏度太高了 它的颜色晒完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对对对 那这些黑点是它以前的颜色 以前的颜色 这就是我们仿生产养殖和它晒背的效果 晒完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对对对 这个不符合我们上市的标准 所以一会儿能先给它放回 它还是继续长大 对对对 小陈介绍说 它养殖的甲鱼至少要达到一年半以上的生长周期 而在仿生态环境的外塘里 甲鱼只有每年夏季最热的三个月 时时多长得快 才能把身上的黑色全部退掉 裙边也会长得更加厚实 现在应该是夜里的应该12点多了 对 是吧 对 那咱们这个时候到这个温室里边是要做什么 因为这个小鱼太弱了 这里不是小的 对对对 这能看得见 对 它那个 太小了 然后就是说是外面的天敌太多了 我们其实说是把它做一个像这样的保温的温室 也好让它更快的成熟与长大 就它热的时候它会吃的多一点 对对对 它生活着就比较开心 对对对 那现在这里边温度都有多少 感觉还挺多 34 34度 对对对 水温啊 就是说是它那个密度啊 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是是是 所以每天晚上都得有这么一次 对对对 我觉得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俩这个脸啊 就知道的 这肯定是最辛苦的一个步骤 对吧 对 很热 而且又很潮 这个里面啊 对 是 2018年 32岁的陈运刚退屋返乡 他和家人改建养鸭棚 为甲鱼养殖基地 养殖本地繁育的中华鳖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如今小陈的养殖场 全年销售额最高达到300万元左右 成为黄寺港镇甲鱼养殖业的 模范带头人物 我们全镇万堂养殖有9000亩 温室有25万平方 每年的产值在6亿元 现在我们全镇甲鱼养殖户有197幅 收获的季节的时候 带动这个人均收入 增收嘛 每年在1万元到2万元 产甲鱼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各种甲鱼美食 每年夏季在黄川县的夜市里 甚至能尝到裹着炭火香气的烤甲鱼 不过要说当地人最爱的吃法 还要到一些出名的餐厅里去寻找 今年44岁的张永丽 做本地乡土菜的手艺远近闻名 而她对甲鱼的料理 还要从这一桌的香料说起 这都跟做甲鱼有关系吗 这个就是和做甲鱼和调这个鲁铜 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知道了 您是要做一个卤甲鱼 对 卤甲鱼 这些实际上都是要给它加进去的 都要加到这个大料包里面 这有一个料包 对 那这么看起来 远远不止这些调料的 还有更多 还有其他的 对 还有更多 有些就可能不太方便展示 对 对 对 这一个鲁铜已经有几十年的老蓬了 几十年了 对 那就相当于在您上一辈的时候 已经在用这个汤了 时不时地再往里面加点水 再加点料 老汤里面已经卤的鸡 甲鱼 他们的汤汁已经存留在里面 老卤汤是卤甲鱼风味的灵魂 而要想让甲鱼更好吃 有一个处理步骤必不可少 现在我把它先去掉甲鱼的外衣吧 甲鱼还有外衣啊 这个不去掉的很新的 甲鱼上面的一层薄膜 这外边还有一层薄膜啊 对 对 这只要用八十多开水才能去掉它 而且实际上这一步的时候 是不能戴手套的 对吧 要不然使不下来 有手套的话很难撕的 这样就下来了 它真是有一层皮啊 这个皮很新的 这还得眼神好才行 在那个缝里面还有一些皮 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个甲鱼 不知道这一步做出来就不好吃了 就比较新了 甲鱼收拾干净 卤汤香味正浓 卤至二十分钟 再关火浸泡十几分钟 汤汁的浓香 与甲鱼肥厚的肉质相得一张 除了卤甲鱼 当地还有一种更具乡土气息的做法 那便是用土腊肉来焖 被誉为黄川人餐桌上的下饭神器 老张的甲鱼做得好吃 但甲鱼却并不是他家的招牌 葛鱼道传承自父辈的美食 才是他最出名的乙昭仙 我猜测呀 是不是一会儿得先把这个鱼 给他先煎一下 然后再熬汤 这个不是煎的 一煎到这个鱼就有点柴了 就鱼是后放的 对鱼后放 直接下锅 葱花 葱段 干辣椒 可以加开水了 这个时候就加开水了 焯香就可以了 哦 我加了啊 好的 哦 相当一名是先给掉了一个葱姜蒜 把它和辣椒的这么一个汤 对 是吧 对 用这个红薯粉 把这个鱼裹一遍抓一遍 哦 就是在鱼里边还要再拿红薯粉再抓一遍 对 香 那这多少 这么多够吗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对 就给它抓一遍 对 抓匀 哇 这还有点扎手呢 老张告诉记者 黄寺港镇以往叫黄港 而这锅鱼汤正是以黄港为名 足以见得当地人对它的喜爱 黄港鱼汤的做法有别于很多地方的鱼汤 哦 对 我先加了个胡椒粉 胡椒粉 对 这是胡椒粉 对 黑胡椒 黑胡椒 哦 黑胡椒 对 用的不是白胡椒 对 黑胡椒那就是味道比较重 对 更重一点 去腥味更强 我们现在可以放醋了 放醋 最后一步 哦 这就快好了 对 就这么简单的几个调料啊 对 所以其实它就是 它是一个酸辣口 酸辣口 所以它这个酸味和辣味的配比 是最重要的 对 是吧 鱼肉挂浆串熟 若是以酸辣作为底味 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味觉体验呢 最著名的这个黄岗鱼汤 我尝尝啊 好的 好棒啊 它和一般喝的那个酸辣汤还不太一样 首先第一它很顺滑 就不像有的酸辣汤是一个勾芡嘛 对 确实是清汤 而且还有鱼鲜味在里面 对 是的 是 那就是像您是相当于传宠的是 父亲的手 对 对吧 这个时刻对这个鱼汤的认可 心里就是很高兴 对 很开心 对 很开心 老张并不太善于言辞 他最享受的便是在厨房里专心做菜的过程 把父辈的手艺传承下去 留住属于这片土地的乡土风味 就是他最大的追求 在黄川 还有一些年轻人把传统乡村宴席做出了名堂 好 吸一下鸭子 早上七点半 29岁的张志顺收拾好所有物料 出发前往今天的香宴场地 今天那个东江还要求开餐要开早一些 那在现场里边现在是不是也有人在烦祸了 对 他们在布置一些厂子 今天呢是主要是一个升学的 一队一队一队孩子 同时考上大学 哦 同样是大喜事啊 对 到达目的地附近了 黄川是传统农业大县 农村常住人口 占到常住总人口的40%左右 因此在村里自家院设 摆起桌香宴 依然是很多黄川人最熟悉的宴请方式 张志顺今天成绩的这场升学宴 每桌价格600元 食材 烹饪 桌仪等一价全包 我看这是咱们把东西拉过来之后 什么时候现切 是吧 对 这个为什么不能提前给人切好啊 因为我们这东西都是早上先采购的 哦 都是今天早上采购的 对 宝藏食材它最有的一个鲜味 那实际上是不是比如说咱们到现场切的话 也能让这个主人家看到咱们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这种状态啊 嗯 是的是的 嗯 今天我们是15桌 15桌一桌是20个菜 也就是300个菜的样子 大概300个菜 对对对 300个菜 大部分都是现场切的 对 哦 那就是像您我看这个这现场有十几个人啊 嗯 也不全都是您自己团队的成员吧 嗯 基本上都是我的成员的 哦 只有我们今天一个汪师傅 是被请过来给我们做一个鱼丸的 哦 就是做鱼丸的时候是单独请过来的 哦 对对对 鱼丸出现在香宴里 这是黄川作为鱼米之乡的一大饮食特色 而制作者则是信仰式双柳鱼丸制作技艺的 世纪飞移传承人汪俱国 有时候人家老人家要需要现场做的 我们就跟现场做 哦 那相当于您和这个小张那边是一个合作的 对 他肯定联系然后您就过来到现场做这个东西了 哦 鱼丸是家宴的 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哦 必须得咬的东西 每一个家宴 每一场家宴必须得有的一道菜都是鱼丸 哦 哦 都是蘸点水 少量蘸点水 对 蘸点水 像一个虎口一样 啊 轻轻地挤 虎口挤出来不能太使劲 对 这样可以吧 对对对对 漂亮 哦 对 这个鱼泥摸起来感觉很顺滑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花莲鱼 花莲鱼 大头鱼 大头花莲鱼 哦 时间比较紧 我就鱼就从家里面给它杀了 像它的好多东西都是从家里杀的 是 但是在现场得让客人能看到 现场挤鱼来的过程 是吧 嗯 这也比较有仪式感 是 上午九点半左右 制作香宴所用的食材已经全部处理妥当 需要提前水煮的肉类也陆续下锅 一切井井有条 而在这个时候 一些参加香宴的宾客已经早早来到了现场 坐在大红色遮阳旁下 饶有兴趣地观摩着美食诞生的过程 也和请客的主家人 惬意地聊起了家常 跟以往的相处不一样的是 我们帮东家去采买一些食材 调料 还有一些我们的桌椅设备 让东家不再去左边东林右舍 去借一些板凳 借一些桌子 他都不用再去操心这些事情了 他只用去操心客人来了 迎接客人 张志顺的厨艺失成他的父亲 一位远近闻名的香厨 小张早年在深圳的餐馆里打工 2019年返乡 接手了父辈的香厨事业 凭着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的经验 小张大胆创新 率先推出了一站式香宴服务模式 但在创业初期 信心满满的他却遭遇了打击 刚开始的时候东家是非常抵触的 他所认为你带来的一些食材 会不会是一些冷冻的或新鲜的 有没有一些劣质的低价格的一些东西 他对这个东西是很抵触的 在当地 传统香宴大多是主家人自己筹办食材 请来的香厨只负责料理烹饪 小张的一站式全包服务 推广起来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现场展示处理食材 加上几年间不懈的坚持 让乡村里越来越多的家庭 接受并喜欢上了这种省心的请客方式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可能就觉得这应该不像是本地的食材吧 对 这个是鹿油锅 鹿油锅 对 鹿油锅 这个是云南的一种军类 从云南那边过来的 对对对 那咱们现在是要给它拿出来是吗 对 我们现在要把它控水了 就已经泡好了 对 已经泡了 就给它稍微转一块 把这个水转出去 因为现在时代的发展 现在什么都比较方便 我们把食材 全国各地的食材 全部都给它融入到一起 哦 对 就是也不局限于当地的食材 对 但是以前比如说像您父亲那一带 做香宴的话 基本上都是本地的东西 对 那个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 所以说食材都是取决于当地 就地取材嘛 哦 当备菜台上摆起一道道凉菜 小张知道现场热烹的工序 也要开始了 今天的这场宴席 每桌都要上六个凉菜 四个汤锅 八个热菜 百加一道主食 一个果盘 为了保证所有菜肴 都能按顺序连续上桌 小张就要计算好热菜下锅 和出锅的时间 而要烹饪的第一道菜 就是香艳必备的 每一菜扣肉 这个肉需要先煮十多分钟 然后再要炸 对 把它炸到那个表皮起泡 哦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起泡了 对 对 对 它已经变黄色了 慢慢地起泡 对 它炸完之后要过凉 起泡 然后会出现一个那个虎皮状 哦 对 这是不是差不多了已经 对 已经差不多了 哦 真漂亮 颜色很漂亮 对 对 给它放到凉水里面 对 对 对 因为做梅菜扣肉 还有切片 装碗和蒸制的工序 所以炸肉就要先做 此时 猪头已煮到烂熟 小张还要完成一个 有些麻烦的处理工序 哦 要把上面这个肉拆下来是吧 对的 对的 哇 这还挺套的 其实啊 这个猪头这个肉这一块 它是非常鲜嫩的 这个是我们老家 最喜欢吃的一个菜 它的骨头炖出来的汤非常鲜美 这个肉会给它一会儿把它冷凉 掺到里面去 哦 也放汤里边 对 也放在汤里面 哦 这就是像您说的 四个汤锅里面的其中一个 对的 那这个也得需要技术啊 对 它这个拆的话 像我父亲那一半 他们完全可以把一个猪头的肉给拆掉 然后头骨是完整的 我们现在呢 因为比较方便了 你看这里都有断行 这都是砍的 对 然后这一拆你看就掉了 最好吃的就是这一块 哦 就眼睛旁边的 眼睛旁边的这一块 哦 直接镜头展示一下啊 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 对的 对的 这个部分是脸肉 这是最好吃的 嗯 猪脸后夹那一点 哦 对 这一块里面的里面的这个 它这里面会有一点点那个水 哎呀 这个肉 对 我们小时候经常偷吃这一块 哦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对的 哇 那看着就质感就很好啊 你看 寒寒的 寒寒的质感就很好 对的 烫啊 好烫 我的父亲曾经跟我说过 就是我们做菜 菜先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闷心自问一下 这个菜我们能不能吃 自己能不能吃 对 我们能吃 我们就交给客人吃 我们不能吃的东西 一定不要交给客人吃 哦 对 一盘盘凉菜已摆上架子 锅里的热菜到了最佳火后 现场宾客的期待值 也早已拉满 相见团队的成员们 以最快的速度 将热菜起锅装盘 中午十一点整 准时开席 晚上他们如果要去的话 晚上去我会提前给你打电话 问你在不在家 好吧 好 再见 好 一上午的喧嚣与忙碌之后 张志顺夫妻俩还不能休息 他们要为晚上的另几场香宴 做好万全准备 小张的爱人 之前也从事餐饮工作 自然理解这个行业的辛苦 反正我感觉要干我们这个吧 真的都快跟那个什么 24小时待命的那种 都是一个电话你就要到位 是吧 他就要来我们店面 我们就要拉着设备呀 食材呀 都要到达中家那赶 我第一次出去做演习 我把那个锅都忘了带了 我又折回来拿锅 我都担心中午上不了菜 回去之后还要警告慢点 赶到12点10分的时候 我把菜给上去了 而且做得非常漂亮 那个时候 东家临走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感谢我 然后我就从这里面 我感受到 我说我立志把这件事情 给他做好 就是把酒店搬到你家门口 你一桌也好 十桌也好 我们就做的是一样的 效果也是一样的 你一桌来的是客人 你的客人也是我们的回头客 你十桌来的还是客人 十桌里面还有我们的回头客 所以我们做这么些年 做的就是回头客 张志顺的香宴 每桌收费在400到800元之间 如今团队每月接单 最高超过30场 这种干净 省心 而又保留着 传统香厨韵味的模式 以得到当地百姓的 广泛认可